冯绍峰默认赵丽颖恋情,林更新,网络一线千珍惜这段缘,微笑就好,最后几天天降横财,赚大钱发大财的三大生肖,赵丽颖自从出名以后,就被很多人关注,除了她精湛的演技之外,更惹人喜爱的是她的美,她长着一张娃娃脸,眼睛很大,加上经常饰演的,都是一些娇俏可爱的小女生, 给人留下一种可爱,单芒的印象,当然她的恋情也是粉丝们非常关注的问题,毕竟这么完美的女神到底会花落谁家呢? 以前的赵丽颖只是和很多明星们传出过绯闻,但那些毕竟都只是传闻,并没有什么证实的证据,但是这一次赵丽颖和冯绍峰的恋情,让很多人都觉得是真的, 以前俩人被拍到穿情侣装一起出去约会,后被人爆出当时是因为剧组服装是统一的,并不是情侣装,只是一场误会 近日,赵丽颖被拍到疑似在冯绍峰家里和他共度一夜,第二天才离开,不知道这对于俩人的恋情来说算不算是实锤, 在后来记者去采访冯绍峰的时候,被问及和赵丽颖之间的恋情问题,冯绍坤保持不回应的态度,也不否认,这算是默认了, 在发布会当天,冯绍峰虽然全程沉默回应,但是他旁边的赵又婷和林更新却忍不住了, 雅人都忍不住笑意,露出了虽然尴尬,但是非常礼貌的微笑, 其实林更新在之前在楚桥传的时候也和赵丽颖传过一段绯闻, 甚至林更新表示自己之所以接触桥传全部都是因为赵丽颖,而且对赵丽颖的评价非常的高, 在拍戏方面对自己要求非常高,但传闻中是传闻,一直都没有被证实, 虽然个人表示,很希望林更新和赵丽颖在一起,毕竟林更新是一栋的表情包,网络一线先珍惜这段缘。